这不因为索气回远东的航班被无故取消了吗 无奈我们只能绕到莫斯科 却意外见证了俄罗斯大侄女的夺冠时刻 俄罗斯大姐姐Natasha也是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和娜娜 去他们在莫斯科的新家做客 还留我们在他们家里多住两天 由于娜娜还是小的时候来过一次莫斯科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我也打算带着她看看莫斯科这些年来的变化 但是当天晚上我们就收到了一个坏消息 俄罗斯丈母娘的病确诊了 需要尽快手术 其实在我们去索气之前 就又带丈母娘去医院 做了一次加强型的CT 多少钱 现在父母是不是那个加强型的CT 是不是加强的CT 就是那个 更清楚的 去付钱 什么时候做 很晚 这个要忙上做 真的不能等 真的不能等啊 为什么要等 为什么要等 和爸爸有什么关系 爸爸算了 我到这里 那我以为是 家庭 其实 我跟这个是 因为今后什么 他们都不工作 就是 是天 他们会天等工作 对啊 那这个要快点做 真的 对对对 我妈妈已经问过医生 真的要快点做 不能再等 结果出来之后呢 医生也表示 丈母娘的病不能再拖下去了 要尽快确诊 于是她把所有的资料都发给了肿瘤科的医生 肿瘤科的医生看了之后 又让丈母娘去做了很多的检查 进一步确认一下 要不要做手术 所以过去的这一个多星期 丈母娘几乎是每天都要往医院跑 现在结果终于出来了 要尽快做手术 但是由于手术的位置在肺部 对于俄罗斯医生来说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消息 对于刚刚还沉浸在俄罗斯大侄女夺冠的喜悦中的我们来说 无意引擎天霹雳 来不及多想 当天晚上 我们就连夜订了回远东的机票 临走之前 大姐姐还嘱咐我们 要多照顾我丈母娘 她放暑假后就回去看望 这一路上可以看得出来 娜娜还是有些焦急的 坐了七个小时的飞机 我们终于到了赤塔 出了机场 俄罗斯丈母娘和老丈人 也是早走的就在门口接我们 回到家后 丈母娘还特地做了娜娜最喜欢喝的汤 这快一个月没吃到妈妈做的饭 娜娜也是迫不及待的狼吞虎咽了起来 丈母娘则在一旁 笑着让我慢点吃 此前的目光还是那样的积极乐观 吃完饭后 我们开始询问起丈母娘的病情 丈母娘却淫淡分轻地说 不就是做手术吗 最近这几年我也做了不少了 什么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了 你们别担心 唯一想不明白的就是 自己从来都不抽烟 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 后来在娜娜的口中得知 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赤塔 煤炭资源十分丰富 所以附近有很多开采的煤矿 导致了环境的污染 生活在这里患癌的人群比例 在俄罗斯可以排进前三 所以这边的肿瘤医院还是比较权威的 而且丈母娘发现的也算是比较早的 这最后丈母娘还一个劲地感谢我 说如果不是我的帮助 她是绝对不会花两个月的退休金 就为了做两次CT的 其实这次最要感谢的 还是咱们国内经验丰富的医生 就在丈母娘做完第一次CT的时候 俄罗斯的医生让她等四个月之后再去复查 为了保险起见 我就把丈母娘的片子发回了国内 让中国的医生诊断一下 中国医生看了一眼就得出了结论 要尽快手术 这才给的我坚持让丈母娘做第二次CT的底气 好在这次俄罗斯的医生也给出了相同的结论 再过两天 丈母娘就要住院准备手术了 我们也只能默默地住院她早日康复 到时候我们一家人再整整齐齐的一起吃俄罗斯大烤串